备战明天大选 整个范绿现在面临了整合的问题 独派筹组了一边一国行动党 柯文哲也创了台湾民众党 时代力量刚才看到了 面临了内部分裂的状况 民进党主席卓泰要建立抗中保台大联盟 已经是主动约了时代力量 党主席邱显志要见面 为双方合作开启了契机 不过对于台湾民众党 卓泰说不应该以打倒民进党为目标 而是要为台湾来着想 柯文哲必须有必要 把党的价值说清楚 台东关山天后宫参拜 蔡总统拼连任 推执政三年成绩单 我们去年全部外商的产品 已经达到850年 这是历史新高 那我们将来还要再加速 我们要加速包括 农产品用有系统的行销到 重要的市场序号 一扫思音案阴霾下乡跑透透 用政机拉拢明星 不过打选战杀出不少成咬金 柯文哲阻了台湾民众党 对民进党炮火猛烈 台湾民众党这个的成立 我觉得他应该更清楚 让你们看到 他到底他的所谓价值何在 价值何在 不是口头在说的 他现在用一种 在选举上互相竞争的 我觉得这个不是价值 这是力量的竞争而已 这个力量竞争 绝对会产生力量的分散 力量分散以后 台湾价值会被伤害 竹荣泰特别点名 因为范律阵营党派 目标抢攻国会席次 民进党这个大律 怎么跟小律合作 竹荣泰主动邀约 要跟实力坐下来好好谈 大家在各自内部里面的问题 好好的把它处理好 那下礼拜我们在一起 带着更多的信心 更多的内部的协调 一起面向一个更大的一个战场 合作一定要是让这个台湾人 或是说让年轻世代 可以看得到未来 这样才有意义 双方开启合作契机 不过停扁的独派社团 筹组一边一国行动党 有意邀请前行政院长游锡坤 担任党主席 我对民进党这个感情很深 爱到深处无厌由 他们希望我去担任党主席 但是我有困难 小党林立恐怕冲击选情 范略如何整合 成了民进党头痛难题 记者综合报道